我回應一個問題是關於義路 譬如有人做得不好 我們是否應該有義路 還是不應該有義路呢 聖經的確是有義路的 不過我會這樣說 很多人的義路 就算是義路 都配合很多雜班的東西 即是配合一些個人因素 因為那個人曾經罵過我 因為他有甚麼不好 即是有些個人的因素裏面 我覺得義路是不應該長久的 聖經說一句話 法律不要犯罪 其實意思不是說你可以法律 而是如果你法律 即是如果你法律 你不要犯罪 不是說有人解釋說 法律不錯的 不過總之不要犯罪 其實法律 除非那個人真的好像神 完全是義路的話 他總會帶著罪的成份 我自己就覺得這樣的 譬如有個人很差 就算他是基督徒很差 就算他是教會的領袖很差 我們繼續發怒 都可以說無補於事 反而傷害了我們自己 所以我覺得 我們有這個義路是正常的 這個人為甚麼會這樣呢 他相信耶穌又是奉神 為甚麼會這樣呢 我們的心裏會有怒氣 但這個怒氣我們都需要處理 就是說我都將這件事交給神 我都憐憫他 其實他很慘的 因為他要面對神 神是可以追討的 那我就放手了 我都為祂祈禱 為祂祝福 即是說我們都不是恆久 恆常的義路 我們變成了憐憫他 為祂祈禱 求神祝福他 他所做的不對 我們都可以求神 帶領我們怎樣去處理 這個是可以處理的 即是說譬如 將女士帶到教會 帶到弟兄姊妹一起去處理 用正馬太福音十八章的方法 去怎樣處理 阿姨